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logs详解 我是你贴心讲师,艾米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一下 我们的计算属性中的最后一小节 我们叫做计算set 计算属性没问的只是有get 所以呢我们刚才不要写 我们直接像这样 直接像这样调用 一个函数,包括前面这个一样的 我们直接就是在 computed里面直接输入我们的一个属性 然后直接超越一个匿名函数 那么它默认的是一个get 那么这个get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get就是 我要呈现这么一个属性的值 但这个值是哪里来的呢 来自我们匿名函数的一个回调 对吧,匿名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也就是说我们在哪里获取值的 好,获取值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叫做get 那除此之外呢 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直接获取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来改变它的值 要设置它的值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设置的地方 我们叫做set set的地方 好,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提供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这个例子在这里看 可能感觉就小了 那么我们到我们的编辑系subline里面来看一下 在这里还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同样的例子跟刚才的例子一样 只不过是我们的furname 这回furname的话 我们不仅是可以获得 还同时也可以设置它的值 那行,我们在furname里面后面不再跟匿名函数 而是跟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值 一个是get,一个是set 那么get就是相当于什么 它获取什么值 那么set我们就可以现在去改变它的值 OK get行,我们返回的是 firstname和lastname的pin2 那如果是set的话 我们就现在传入一个新的值 然后这个值我们又空格给它区分为两部分的一个数字 然后呢第一部分 我们传值给firstname 第二部分 下面是最后一部分 OK 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传值给lastname 然后由于我们get里面的话是 把firstname和lastname现在拼接的 所以呢 我把firstname和lastname的值改变了之后 由于我们的firstname它是依赖于这两个值的 所以呢 这两个值改变之后 firstname的值它依然会方式改变 那么我们是向这样来的 通过settimeout 一开始firstname的值是firstname lastname的lastname的值是bar 好 那么它显示的是一个forbar 然后呢 通过五秒钟之后 我就来设置这个forname 我设置的时候呢 我改变它的值为 idogonkana 好 我们设置为真之后呢 它就在里面来拼 拼的时候 它通过空格 好 这里有空格把它拼 切分为两部分 然后第一部分叫idogonkana 它就把idogon的值 返回给forname firstname 然后再把colon 这个返回到了lastname 然后它显示 就应该会显示为这一段 那么记住 是五秒钟之后才发生改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通过这里我们发现 它一直是这样的一个forbar 然后呢 过了五秒钟之后 它突然就变了 OK 我们再再看一遍 好 它是forbar 然后呢 五四三 哦 没事 好 它一开始这样 五四三二一 OK 它就变了 好 非常的精确 非常精准 这就是我们的forname 它发生的变化 那这就是我们计算set的机制 好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的这一章计算属性就全部讲解完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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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